2月14日 七年节 张柏芝在日本晒出带儿子滑雪的合照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据悉 这次张柏芝带着孩子就到了日本度假 几人住在富士山附近 照片中 张柏芝身穿暴纹滑雪服 戴着墨镜和口罩 整个人包裹得相当严实 张柏芝对着镜头笔烟 虽然只露出了半张脸 但依然非常漂亮 这次张柏芝母子四人全坐懒舊上山 卷发的男生是长子 母子俩看着窗外的雪景 二儿子最近换了一个新造型 头发应该是烫了一下 第一眼完全没认出来 二儿子似乎又长高了很多 张柏芝靠在老二怀里 母子同框 画面十分温馨 到达山上后 张柏芝带着兄弟三人滑雪 大来自换上了专业的滑雪装备 并主顾儿子滑雪技巧 许久未见面的大儿子模样十分成熟 虽然只有15岁 但一眼看去比爸爸细平分还要沧桑 对此不少网友直呼 爸妈这么好看 怎么会没有遗传他们的好基因啊 甚至有人调侃 大儿子倒是与吴宗献有些相似 对此你怎么看呢